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其实在你成为数字能量的大师师傅之前 其实我们俗语说一句 其实你是一位小贩来的 我就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为什么你会由一位站在街边叫卖的一位档摊商户 然后慢慢透过数字能量 又可以帮到自己 又可以帮到人 接下来就会推出这个课程 所以今集我想听听你的故事 先问一下其实这个数字能量 首先第一步 为什么你会觉得想学 很多人都可能 我接触过八字 紫微斗数 像你这样的数字能量 但是为什么你会真的学呢 为什么你会突然之间 我一定要学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其实学什么都好 如果你有兴趣一定要有个动力 是不是 动力当然 自己肯定有得赦的时候 才会去做这个动作 首先 我之前是做什么呢 我曾经在苗街那里 是摆个档的 做着小贩 做着几个档偶 当时为什么我做小贩呢 就是因为在香港 当时有些弟弟很小 一个小的只有八个月 又大的 都是刚刚读小学 一年级这样 在这个环境 我是没有办法去打工的 因为又要照顾弟弟洗 又要照顾家里的老公饮食 当时我就掀杀了街边小贩 当时我早早开始都觉得 都挺好 又不用被人骂 自己玩得多少就多少 早早都挺安逸的 但是都做了几年 但是发觉都挺辛苦的 日做夜做 晚上两三点就回家 我发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有一件事是令到我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常常都没有时间陪着女儿 因为女儿很小 所以觉得很归对女儿 没有办法陪着儿子送她上学 陪着她去做作孽 那时候都是不开心 加上也都找不到很多 也都很辛苦 甚至做了几年之后 就想着去转行 不想继续这样乐器 甚至一样是想过去做 就想自己做个保险 也都做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 也觉得都不太适合自己做 后来呢 就到过前一个课程 就认识了我这个台湾的师傅 跟着呢 那个师傅很有趣的 我走在她旁边 跟着她就去说 喂!你的电话号码不是这么好啊 你的电话号码用了多久啊? 我就说用了十一年 那这个电话呢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还有收入啊 包括婚姻啊 各方面都会影响的啊 那我过去年呢 都真的会是 她说得都是对的 跟着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都没有电话呢? 我可以说了这么多东西啊 每天都是很 令到自己都迎念了 那样了 很好奇的 甚至呢 我就去 身份足迹 跟着又跟她吃了一餐饭 跟着她就 再带了我的身份证号码 七三年一两 那带完之后 哇!更加深 跟着呢 好了 我就真的 给她改了个号码 啊 那跟着呢 回到来 改了个电话之后呢 啊!发觉呢 就短短的 两个几页左右 那真的 在银行那里 无端端真的很好运 那样 找了成 二 三四十万的 啊! 我就觉得很好奇 哇! 就改了个电话号码 就令到我运气这么好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哇!如果我改 如果学职的话呢 那就可以帮到 我的家人了 是不是呢? 帮到我身边的朋友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我想做的东西 我这个人也很喜欢帮人的 那才知道呢 我说好啊! 既然这样好的 我就真的 就去运气背学啦 那才知道呢 就去运气背学了 这个技能回来啦 嗯 那当然啦 回来之后呢 那我也是从零开始的 早早开始我去做呢 很多人都 都告诉我 这行业不能做 然后玩玩业绩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很执席的这件事 因为我是好心 那你这个造词呢 是原来有能量的 它是可以帮助到我 真的会自己很尽力啦 啊! 人脈啊!各方面都改变啦 然后周日日都是背双了的 那我就 初初开始呢 都是慢慢地去做的 啊! 那做的过程中 都很多人呢 都是有 说你不好啊 或者是 甚至都有人说到 骗贼变鬼啊 那这些东西啦 但是我不理人家怎么说的 因为我会觉得 真的这件事是帮到人啦 我帮到很多人呢 是到个数次的部分呢 去改变到自己的命运啦 令到他们越来越厚 ok 那老师 那老实说啦 就是在你最初学的时候呢 都一定是想很多东西 啊!我又帮到自己 又帮到人 多好呢? 那你才走去学的嘛 对吧? 但是到最后 好了,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先不要说帮别人 我们先现实点想 帮自己先 到最后得出的东西啦 帮自己帮到什么呢? 啊! 首先呢 我以前呢 是不是这么职讲话的 啊! 但是我学了这个造词学的之后呢 也都是很精静 他跟别人溝通啊 讲话啊! 我发觉学职讲话 首先学职表达自己啊! 那我以前朋友很少的 那我自己呢 这个造词呢 可以到个电话号 可以看到 对方的问题在哪里 或者是性格行为怎样 所以很容易会 老到人心啦 包括是 朋友方面呢 就会 啊! 啊! 就是背增了很多啦 以前我没有什么朋友 但是学了之后呢 很多朋友啦 第二呢就是 令到我 是抵到 人家的问题的根源的啊! 那同时呢 就会很容易得到 对方的心 也很容易成交到人家 所以呢 令到我 啊! 啊! 也是背增了收入的 啊! 增加率高了的哈! 所以这方面也都是很开心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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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 是开心的东西 是! 嗯! OK! 那当然啦! 就是师傅啊! 老师啊! 你就很开心啊! 你帮到自己嘛! 但是刚才我听你说的 就是有六百多个弟子 那一定是帮到人啊! 是不是? 所以当然啦! 就是 这里呢 我留一点点尾巴 下一集呢 我再想继续呢 又再听你的故事好不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